北京时间8月26日,雅加达亚运会可说,只让人看得热血沸腾。 今天晚上对于很多中国人是难忘的一个夜晚,在雅加达亚运会上,中国飞人苏炳天19秒92的成绩拿到了亚运会冠军。 中国飞人中登亚洲之巅,苏炳天用霸气征服百米赛场,在赛后他的跪地怒吼,更是让人久久难忘。 苏炳天终于在亚洲赛场拿到了一枚含金量十足的金牌,今天他用速度征服亚洲。 今天的雅加达亚运会赛场,除了百米飞人苏炳天以外,还有一支队伍,也是拿到了一枚含金量十足的奖牌。 这场比赛更是打得十分精彩刺激,比赛过程跌宕起伏。 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篮球三成了以三男子组决赛中,中国队一分的优势显胜韩国队夺得了冠军。 在比赛最后四秒时间里,中国队还落后韩国队两分。 这个时刻中国队上演得超级精彩的面撞好戏。 黄文威造成对手犯规,他也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。 两次阀篮全部命中,为中国队追平了比分17比17。 在最后时刻黄文威掌断成功,但是可惜的绝杀未果,在进入加十三后黄文威助中国队率先拿到两分。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,中国队以十九比十八击败韩国拿下了冠军。 要知道中国队的这三位球员都是业余草根球员,能战胜韩国的职业队拿掉金牌,真的太不容易了。 这场比赛最后时刻小伙子打得很硬,如何这群小伙子。 谢谢大家。